国美被申请破产了 前天北京第一中介面法院发公告 说这个国美电球型公司 因为拖欠了供应商数百万元的货款还不上 被依法申请破产清算了 然后现在呢 法院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审查流程了 按理说这个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这国美呀 现在几百万怎么都还不起了呢 要知道根据财报显示 从2017年开始 国美零售就在亏损 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没能扭转这个亏钱的局面 五年半亏了多少钱呢 超过220亿 那他现在欠了多少钱呢 2022年的中报显示 国美的总负债规模达到585.68亿 其中呢 需要在一年内环的银行借款和其他借款 有229.02亿 但是公司现在有多少钱呢 公司目前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只有24.09亿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各地是陆续出现了 消费者在门店里面付了钱之后 却无法提到货的情况 还传出来国美门店大规模弊店的消息 同时呢 10月3号 国美又被爆出来说是停发了员工工资 当时公司还出来回应了 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洽谈融资 工资是缓发 没有说不发 但是同时呢 港交所的文件却显示 黄光玉一家自己正在狂卖国美的股票 数量超过70亿股 所以呢 难道说让公关出来喊话的目的 只是为了掩护老板先撤吗 现在呢国美总市值就只剩下70亿港元了 而这还是因为他最近沾上了直播概念 股价反弹了80% 即便是这样 他的股价一直是从0.11港元 涨到0.2港元附近 要知道当年的国美 连锁店就跟印钞机一样 开到哪 赚到哪 甚至有人打比方说 这个国美跟苏宁就跟肯德基和麦当劳一样 他们总是会在热门的商圈里面 成双成对的出现 而国美的老板黄光玉 那可是曾经三次登上过内地首富宝座的人物啊 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2008年了 黄老板因为操纵了ST金泰的股价被捕入狱 随后呢 总裁陈晓 林薇寿命出任了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 但他又闹出来了和黄光玉的国美控制权之争 虽然说最后这个事情在黄老板的遥控指挥下被摆平了 但是国美也失去了发展转型的最好时机 互联网购物的兴起 让国美彻底陷入到低迷的状态 尤其是京东的崛起 又向国美和苏宁捅出了致命的一道 你没看到这些年 很多人都是跑到国美电器的实体店里面去看产品 然后再转头跑到京东APP上面去下单吗 其实呢 在黄光玉出狱之前 还有很多人相信他可能可以力挽狂澜 所以呢 2020年的时候呢 算着黄老板快出来了 国美系的股票还狂涨了一波 而黄老板呢 也确实是豪气万丈 一恢复自由声就立马放言 说要在18个月之内 恢复国美系的江湖地位 但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黄老板越是折腾 国美亏的越快 最终呢 没能逃过跟苏宁张老板一样的命运 可能有人会问了 新东方的余敏红不都靠直播翻身了吗 国美行不行呢 要知道这两家公司的基因差别有点大呀 一个是坚持在做实业 习惯一步一个脚印的 而另一个则是更擅长资本运作 习惯了赚快钱 甚至也有人总结说 这个黄老板在里面待的十多年里 刚好是错过了智能手机 从诞生到普及的这个过程 就有点像是一个穿越而来的骑士 你在现在骑着战马 拿着长矛继续去干挑战 封车的事情 能有好结果吗 当然了 也不要觉得把战马换成摩托车 就会改变结果 另一位苏宁的张老板 目前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只能说 时代真的要抛弃你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会给你打 最后呢 国美目前被申请破产清算 还只是整个破产流程中的其中一环 并不一定说 就会真的走到最后那一步 但是 留给国美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